之前没媒体发问过,如果不解散乃之球队注定会夺冠,得票率最高的是雷霆,其次就是开拓者,当时开拓者作用黄马巴罗伊,阿尔德里奇和奥登大帝,胸眼可见的天赋,但是因为每个花园的诅咒,他们失去了争霸的机会。 当年0.8秒射杀火箭,打发哥比也恨而走近坏个路枭雄,十年前那场与太阳的对轰大战,至今历历在目,2008年12月19日,开拓者主场迎战太阳,这场比赛崛起的超级空位罗伊对阵老牌空位那时,07年撞奥登对阵联盟的内线,王者奥尼尔成了最大看点。 比赛上来,奥登连得6分示威,奥尼尔凭借经验连续造了奥登两个犯规,事实证明将还是老得烂,不过罗伊不是好打发的主。 奥登被换下后,他联手阿尔德里奇连得到的9分,开拓者手机以31比28领先结束,刺杰,太阳板凳发威,巴伯萨,巴奔茨连续投中3分后,太阳领先了10分,开拓者换上主力罗伊和布莱克展开反击,前时突破上来得手。 罗伊又连头戴法抢下4分,奥尼尔奥登,大成2加1半场结束,太阳以66比59领先7分,罗伊半场贡献,21分,一边在站,奥登很快又被奥尼尔骗到两次发挥被换下场。 不过罗伊关键时刻挺身而出,在4分10秒时间内连续得到15分,在他宛如天神的发挥下开拓者一举逆转之势,当罗伊一次打3分进攻完成15分的表演后,开拓者落后一分,奥特洛连的6分后罗伊又是两把拳中,开拓者以98-93带着5分的优势进入末节,三斜战罢伊38分。 第四阶太阳展示出了强队的风采,先是小资率先完成打三杯进攻,随后巴尔伯萨又投中3分,太阳打出9-0的高潮,帮助太阳以110-106范畴,然而黄满巴还在,先是超远距离在中3分,之后又是一记三分球,开拓者以122比119领先,那时随后三分不中, 开拓者又连续强盗进攻篮板,罗伊两把拳中奠定胜局,双方数据,斯塔德迈尔23分8篮板8助攻,奥尼尔19分6篮板,那时11分11助攻,罗伊52分5篮板和6助攻,奥当仅得8分2篮板。 这里是你的篮球频道,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我。